我們現在講的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您可以先進到所謂的課程這邊 就進到這個課程這邊 把它按一下 那麼在OneNote裡面其實它原本的設計方法 就是說你把所有你需要的教材 整理成一個課程 整理一個課程 那麼你可以在群組 也就是你在哪一個班級使用的時候呢 你就進到這邊來 來引用你的教材內容 因為有些老師可能你同時一次帶兩個班 帶三個班嘛 對不對 就相同一門課可是可能人數比較多 有分成不同班級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教材統一管理 以後你教材有更新的時候 我是到課程來這邊更新 更新完了 有使用這些教材的群組會一併更新 所以這樣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可是後來OneNote也有提供一個比較 就是簡易的方式 因為有些老師會覺得 我就直接做班級進去 我不要再建立課程了 在裡面直接建 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是說在這邊建立的話 它的一個缺點就是 以後你要更新 萬一我是在兩個班級用 你就更新兩次 這樣相對來講更新是比較 我們如果說以管理的角度來講 這是比較沒有效率 可是對於剛開始入門來講 這樣比較簡單 好這樣比較簡單 所以老師你想要先用哪一種 影片的 好 就是直接在這裡面做的嗎 那在課程 好好好 你看一下我的課程 你看我到這邊來 我建立的課程 有沒有發現有47個 看起來很多對不對 我跟你講 凡事起都難 剛剛老師 我畫面當我還給你的時候 你看到一片空白的時候 心裡會比較難過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已經認真過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信手拈來都是我的教材 了解嗎 所以沒關係 我們來試看看 來 您進到這邊建立的課程 就課程這邊 建立課程 有沒有上面就有一個叫建立的 我就從這邊直接建立 其實我跟老實講 如果您今天不是自己建立的 上面有的課程 就是別人做的 也可以引用進來 只要沒有訂閱 一樣可以用別人的 好像可以用別人 好 我們建立一個 好 那比如說我們這個 好 我先建立一個課程的名稱 那有了課程名稱之後 還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 我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比如說你看我這個有免費軟體的 好 這個下面 它還有很多的所謂的主題 我把它先收起來給您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 螢幕錄影影像處理 這個就是所謂的主題 主題您把它當做好像我們檔案總管面那個目錄 也就是說我教材還是要稍微用目錄整理一下 不然你又散落一堆 所以它至少也要有一個所謂的主題才行 你如果只有課程名稱 還不能用 還不能用 所以我們到這邊來 這裡 你看 我剛進來有沒有 他說 Not yet 對不對 還沒準備好 因為只有這樣不行 第一個 比如說我們的影片 影片 類型 我增加一個 排序可以自己調整 再來 我們的那個網頁類型 好 儲存 如果您需要做排序的調整 自己上跳調整就好 好的 這樣我就發布出去囉 OK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比如說 您看到這一個 欸 這個我喜歡 我們剛剛是有一個擴充工具 你就從這邊按一下 那它會問你 請問 你要加入的是 你現在選擇的這個 還是 你目前已經全部打開的這個 所以老師應該知道偷懶的方法 我 十個教材都開好了 按下去就 下面就OK了吧 對不對 好 假設我要這個就好 那它就問你 你要放到你的哪一個課程 你這樣有知道 我為什麼準備那麼多了吧 不是只有我上課的內容 才要準備在這裡 我有一些零零口口的 也會放在這邊 或者我有興趣的主題 因為 有某些主題 比如說我可能已經有在準備的 也許還沒開課的 我可以就準備啦 對不對 平常就要收集資料 然後人家說 你要開課再來收集資料的 這樣不是更累嗎 對不對 我平常就會收集資料的 那以後要用的時候就很單純 假設我放到這邊 好 這個不是影片 這是網頁類型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甚至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說明 那我通常要把這個勾起來 就發布啦 預覽 所存 就這樣就好了 那麼今天如果您去的是YouTube 更簡單 好 看你要看哪一個影片 假設我要這個 好這個台灣Bud 好 從這邊一樣 加入這個 影片的 他也不希望你太麻煩 有沒有標題自己幫你抓好了 連說明都幫你抓好了 還是你比較覺得手工的比較好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這樣比較有成就感 因為手工比較貴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還蠻方便的 就勾一勾就好了啊 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就直接儲存下來 就這樣 那萬一你去到的 有沒有 老師要的是屬於那種 就是播放清單的 好 因為播放清單就是像我的上課影片一樣 就是一次可能五個六個甚至更多啊 好 假設你要是播放清單的 在這邊 這個就要進到這邊來 好 這裡面可以做 所以 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您網路上的資料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很快就加進來了 我們確認一下好不好 在這邊 你看我 我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發現兩個教材在裡面了 不小心影片放錯了 自己放上來 錯了要承認嘛 就放上來就好啦 那甚至呢 您在這邊的時候 你看這個影片是八分七秒 他連說圖都幫你做好 可是我不希望同學 從最前面開始看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 播放的起始點 您就從這邊 你從兩分鐘左右開始看就好了 我就要你從這裡開始 那麼他們進到這個教材看的時候 就是從兩分鐘開始播 好 那如果您有需要題目的 各位應該知道怎麼做了 你了解 題目 想要出現在第幾分第幾秒 什麼題目 你的選項 哪一個才是正確的 自己加進去 請問一個影片可以加幾個題目 你喜歡都可以 好嗎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的好處就是像這樣 那他本身 包括您剛剛看到增加題目的時候 一定要用打字的嗎 沒有 有沒有可以用圖片的 也可以來自你的雲端硬碟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說 他的這些所謂的真正的教材資料 都是由您自己一手掌握 不是說我一定要放在他上面空間 然後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100G 可以給我200G 因為之前在跟他們主管在開會的時候 他說有人 有些老師建議 就是 是不是可以1Note開放空間 讓他們放教材 我說你這樣 只會把系統拖垮 對不對 你去哪裡找一個主機 能夠讓放那麼多內容的 因為不付錢的使用者比較多啊 那當然我們用就跟Google的整合 是不是就更方便 所以這個地方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的 而且呢 您上面看到 我們剛剛只用到兩種喔 影片 網頁 有沒有發現後面還有很多種我還沒用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其他的方法 所以您用這個擴充工具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給您試看看喔 來 記得您要建立課程的時候 第一個 有課程名稱以外 一定要有那個主題 至少要有一個 至少最少要一個 你可以事後再增加 可以事後再增加 但是至少就是要一個